下肢肿胀是什么原因? 张义,西电集团医院,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 这个下肢肿胀原因很多 一般讲最常见的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这种原因很多 你比如说肿瘤的病人或者说熟悉病 全身营养不良以后 这种下肢肿胀 它时候是建议全身肿胀 下肢由于下垂部位 所以肿胀可能明显 这是一种原因 还有一种就是说肝肾功能不好的 还有甲状腺的疾病 还有什么肝阴化等等 这些病由于肝肾功能不好 或者鸡蛋白血症导致的水肿 再一个就是下肢水肿 还有下肢本身一个血管的病变 比如说下肢静脉回流声度影响 比如说下肢静脉曲张 包括下肢静脉的血栓等等 它引起了怂胀 还有就是下肢淋巴系统的疾病 比如说淋巴水肿 咱们就是橡皮腿 还有一些腹部的 恶性肿瘤的病人 它压迫到恰血管 导致下肢回流不中 所以说根据病情的原因 还有一种就是生理性的水肿 好多药品 有些僵压药 吃完以后引起下肢水肿 这叫血管性水肿 所以原因很多 专家提示 专家提示 下肢肿胀原因很多 最常见的是营养不良 比如肿瘤病人或手术后病人 二 还有一种原因是肝肾功能不好 甲状腺的疾病 肝硬化等等 三 下肢水肿本身是血管的病变 比如下肢静脉曲张 还有生理性的水肿 四 降压药吃完以后会引起下肢水肿 这叫血管性水肿